BJ走情人 走起猫走起狗叭走情人 Yo 大家好 我是Brandon Han 又隔了一段小时间没跟大家聊一聊了 最近大家过得怎么样 在我还没开始进入主题之间 这个月月初不知道你们有五天的长假 有没有去旅行 还是出国玩一玩的 告诉你们我去了槟城 然后在这一个路程 将近350公里的路程 我却花了将近10个小时的车程 从吉隆坡开车到槟岛 早上10点半开车 到达槟城基本上已经是7点半 非常夸张 然后整个槟岛上都集满了游客 当然也包括我了 我有去了好几个地方 我特别推荐的是这一个 Brandon Gant Mansion 我个人特别喜欢的 究竟是什么?可以的话就去参观看一看 它里面的装潢装饰 还保存着巴巴妮娘的文化 所以基本上是蛮特别的 好了 在此 从4月初 我的单曲发布 和一些个人频道 在短短的一个月落里面 从我开始 这个频道 和原创的发布 目前为止 我的点击率 还蛮出乎预料的 超过了2000 所以在此 我特别的感激你们 毕竟我是才刚开始 发布和录这样子的一些视频 所以对你们万分感激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不妨点个赞 也分享一下 记得按订阅哦 真的谢谢 好 今天还有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 需要跟大家宣布 25号 有一首新歌要发布了 这首新歌的歌名叫做伊林 当时我写这首歌的时候 也基本上是从一个男生的角度 把这首歌给写下来的 然后故事的主角 这位男生 他喜欢的这个女生 背叛了他 然后这个女生 基本上在口头上 一直在否认这一切 他的动作和跟那些男生的互动 却是两回事 这个男生想要离开他 把他先放下 但到最后他失败了 是因为他心里面 还喜欢着这个女生 听了真的好心痛 对不对 我觉得这些事情 也许发生在你们身边的人 但为什么歌名是伊林呢 其实当下 那个男生 在一个机缘巧合之下 他看见了他喜欢的这个女生 把头靠在了另外一个男生身上 在那个男生的伊林 留下了味道和回忆 然后这首歌也就这样子开始 这个男生到最后 也不忍心伤害这个女生 他也责问自己 是否是他自己的错 没有把自己的本分给做好 Anyway 在一个影片 我就会有那么一点点的 pre chorus 一点点的 teaser 给你们听听看 眷恋你的过去 好 今天我也不多说了 我的影片也就到此结束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喜欢的话 记得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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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